攝影師Max在Studio拍照期間 被指懷疑非禮多名女士 受害者至少二、三十人 越來越多女士站出來指證對方惡行 不再姑息養奸 我們聯同府主上門對質 怎知Max態度囂張 那為何你要摸人 不知道 不知道嗎 為何不知道 你挺無賴 真的很無恥 是啊 你認你無恥 我一個無賴來嫁 所以叫你報警 我們早前一連兩集跟進 影流懷疑非禮事件 有關報導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不少網民都罵爆Max行為無恥 還覺得自己沒錯 又說希望可以循法律途徑告他 而警方對事件高度關注 主動介入調查 邀請受害者去長沙環境處 錄取口供 自故事播出以來 受害者陸續收到其他女士的求助 包括被指Max要脅公開裸照 令他生不如死 除了他有到他拍攝這些裸子之外 還會用這些照片去要脅他們 發生性行為 如果拒絕的話 就直接把他的照片公開 亦有受害的人受到嚴重的傷害 就是被迫跟他發生了關係 這件事發展到這樣 我很希望這麼多的受害人 可以付出再多一點勇氣 一起去拘捕他 即是多你一個人出來指證他 其實就已經差很遠 受害者往往承受著沉重壓力 就算知道眼前的路並不易走 但都勇敢現身 不想再被他逍遙法外 報道出了街後 其實仍然覺得他是不痛不仰 完全沒有為這件事 作出任何的道歉 或者做些甚麼 去跟受害者去封開道歉 完全沒有 即一點回應都沒有 即不是你消失一段時間 就算我們報道出街後 Max依然利用不同的發生 在網上魚翁殺亡 有時還會出帖子 引女士落單 看來他完全不知驚 繼續有此無恐 吸引其他列密相調 一直他也有約其他女生 繼續去拍照 當然他會用其他他的婚姓 或者轉換了一些角色 即是隱藏自己的姓名 繼續去約其他女生 哄其他女生 可能這些都只是冰山一角 還有很多更嚴重的惡行 未被人揭發出來 警方留意到 我們東張西網近期的報道之後 深水埗警區重案組第二隊 即時跟進調查有關非禮事件 並呼籲市民就案件提供資料 如果有任何資料提供 可以打這兩個電話 與調查人員聯絡 也可以致電 東張西網報料熱線 與我們聯絡